设方诸佛 赞叹极乐世界一阵庄业 真正的用意在哪里 经文不长 可是说得很清楚 说得很明白 何一顾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为什么 这是一句问我 为什么 于令他方 他方是极乐世界一外的 都是他方 都是他方 极乐世界一外的 就是设方一切诸佛 刹土里面所有众生 那么这个众生是假九法界众生 从菩萨到 原觉声闻 一直到物归出身地 通通都包括在其中 所有众生 闻彼佛名 彼佛就是本思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名号 谁知道呢 设方祝福 替他宣传 设方祝福 替我们大家介绍 这个介绍 就是为我们 讲这三部经 无量寿 观无量寿佛经 跟阿弥陀佛经 那么由此 我们可以知道 一切诸佛菩萨 实现在九法界 恒顺众生 讲无量无边的经论 无量无边的发门 顾顾我想通 每个地方 众生根性不一样 顾顾我想通 但是一定会讲这三部经 无量寿经 仪陀经 观无量寿经 一定会讲 无论哪一阵佛 就是说 这个三部经是一定会讲的 其他经呢 那倒不一定 要看众生根性 因此 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方世界 所有一切众生 都有机会听到